熱騰騰魷魚羹湯咬起滿滿的餡料 小吃店不只賣羹湯 還有賣飯還有麵 儘管不是用餐兼風食客 還是做了五成滿 現場配置兩名店員 一個雇出山 一個負責接待 還有收營 分工合作 綽綽有餘 不過其他小吃店 捧高薪六萬元 招募夜班員工 公地公告上 寫著班別待遇 美經也行 不過底下晚班 這一欄引起討論 工作條件是做午休一 還可抽成 店面分成三班制 早班從凌晨四點半 到下午一點開始 早午班四萬六起跳 晚班更優勃 開出五萬到六萬元 不過店家付出 要能夠獨當一面 其他店家認為 真才月薪六萬不合行情 實際走訪店家 面電低調不願多談 不過日班時店內員工 不只一名 晚班的員工 沒有幫手的情況下 等於要包辦 店內所有事務 看到這個薪水 其實還是會有一些質疑 畢竟是你在產營業 進去的話 拿到那麼高的薪水 也是 也有可能是 不知道它裡面的工作內容 人家會考量 即使你有那麼高 可是這一次 很好的地點 它是沒有辦法去負擔 那個體力 沒有辦法去負擔 面電定位是24小時營業 等於時時刻刻 都要有人顧店 店家權衡利弊下 薪水很肯給 也凸顯餐飲業人才荒 業界技術出高薪來搶人 最近新聞 趙劍林 陳志豐 張極涵採訪報導 請翻譯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